本欄目由时尚男装 他曾经带着儿子全家出动来相亲 失败的婚姻让儿子一直渴望有母亲的呵护 因为在他两岁时都没妈了 对母亲的困难没什么影响的 今天再次全家总动员 没结婚的话都不要有小孩 不想在婚后带这个小孩来 也就是说你们全家的诉求是给孩子找一个后妈 但是这个后妈是必须放弃自己的生育权的 他带着母亲和姨妈来相亲 当父母长辈连番看好 他们又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呢 在2016年爸爸做个新妈妈 然后新妈妈养你爱你的口味 现在你也想说到母爱你做的口味 你想要老子娘都给你买 你想做这两年就带你去做 凡人有喜之 相亲全家总动员稍后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考争取 我也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法人有喜 我是小红娘冰田 至爱一生幸福一世 感谢周世福珠宝提供的奖品赞助 同时呢也感谢王老基提供的奖品赞助 参加本节目的男嘉宾如果牵手成功的话 还将会获得由金元博士时尚男装 提供的价值300元的现金圈一张 今天呢是周末同时呢也是阳光明媚 所以现在的慈禧口啊是人山人海 那么我们今天的男女嘉宾呢 他们也是手里边各自拿了一个小玩偶 在慈禧口相遇 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底是否已经相遇了呢 我们去寻觅一下他们 爸爸来拉他 爸爸来拉 tower 爸爸来拉 tower 到底 Mountain feliz 你或许呢 loot 妳都看著那天熱 安 我那天熱 盲 都 Maar 本期交友男嘉宾 蒋婷34岁 身高1米70 职业物业安保 婚姻状况离异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陶 我们的男嘉宾一出场 就把我吓了一跳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老熟人了 在去年的4月份 我点评过 我们的男嘉宾的一期节目 那一期节目 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惊悚 因为回去以后 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专栏 来说这件事情 当时我记得 男嘉宾是带了自己的儿子 和父亲一起来相亲 而那一期的女嘉宾 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 和自己的母亲来相亲 然后顿时 那个节目的现场 就变得非常的可怕 因为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父母 对于自己子女的婚姻的干涉 会有多么的严重 而且双方的父母 都是在指责 自己的前任的儿媳 或者女婿 然后又各自认为自己的孩子 简直点赞 点得都快120个赞了 就觉得自己的孩子 真的是非常棒啊 而对方呢 你们都不咋地 你根本就配不上我的孩子 所以那一次的那个 相亲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那么这次 我们的男嘉宾又出现了 我真的是好捏一把汗哦 你又没有带你的爹来啊 如果你又把你的那位 怎么讲呢 虽然说非常的热心哈 当然对自己的儿子的婚事 肯定会很热心的父亲 同时呢 也是一个非常挑剔的 表现又很强的爹 如果你又把他 再次的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今天的相亲是否能够成功 我真的觉得很打一个问号 今天的男嘉宾 很渴望有一个能够同他爱他的一个妈妈 因为在他两岁时候 都没妈妈对母亲的困难 没啥这影响的 他妈年纪人都说我说 说如果要全 这个话语不是他生意 第二个话语不是他生意 第二个话语不是他生意 第三个话语不是他生意 第四个话语不是他生意 第四个他不得不但他 比如说总统的有 有话语不是他生意 全部不但他生意 男嘉宾果然又是全家出动 这次不但带来了爹 还带来了娘 也挺好的 可以让女嘉宾一次性的看到 你们家庭生活的全貌 和所有的家庭成员 我是记得上一次你们一家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的要求 是这样的 首先是要求女嘉宾能够特别的顾家 然后有一点是最最高的 也是最最挑剔的一个条件是 女嘉宾一定不能有自己的孩子 就是他如果是离异的 是不能带自己的孩子进入这个家庭的 如果是没有结过婚的 那么进入你们的家庭 是不能够再生育的 因为你已经有个孩子 也就是说你们全家的诉求 是给孩子找一个后妈 但是这个后妈呢 是必须放弃自己的生育权的 当时在我看来 这个观点真的是非常的雷人 不知道今天咱们的女嘉宾 能否符合你们一家 这么挑剔的条件呢 王小姐 往这儿看 哈喽 感觉怎么样吗 看到了女嘉宾 感觉比较时尚 感觉 从去女孩子的那种气质 那种性格应该都有 我觉得女嘉宾看起来 就是那种特别热乎的那种人 大学有这种感觉没有 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是一个过日子的 然后性格呢 会是那种很好相处的 大大烈烈的那种女孩子 而且看到她跟那个 男方的小孩子的互动 感觉还画面蛮和谐的 不知道咱们的女嘉宾 能否通过我们的男嘉宾 还有她那个挑剔的 大叔的那一关呢 好的 那女嘉宾在这儿了 好 来正式的给你介绍一下 今天就是我们的女嘉宾王小姐 本期交友女嘉宾王静 33岁 身高1米56 职业 销售 婚姻状况 离异 大家好 我在王静儿 来自杨北区 今年33岁 我现在从事服装销售行业 现在婚姻状况是离异 我希望找一个城市上间 有孝顶父母的男生 为中生伴略 男方如果有小孩也没关系 我只是没有小孩 但是我今后想我的另一半 如果有小孩的话 我都不想再要小孩了 咱们记得上次节目 蒋先生牵手失败 正是因为女嘉宾有小孩 婚后不能再有小孩 而正是蒋先生择偶的首先要求 那么王小姐不正符合蒋先生的 这些要求吗 希望今天的相亲能够一切顺利 这位女嘉宾虽然是单身 而且自己也没有过孩子 却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想要孩子 那么从这个重大的解口来说 她们两个人真的是达成共识 匹配指数一下子就上升了很多 那在这里呢 我觉得有个观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认为女性的一生 应该怎么来定义 可能很多人会说 女人的一生 你就是应该要追求一个完整 我必须是一个妻子 我必须是一个母亲 但是呢 我觉得这样的话 大家未免把人性限定的非常的狭隘 就是女性一定是什么样的角色 而男性一定是什么样的角色 而有的女性我们真的是可以选择 我就是做一个独立的人 我可能是一个科学家 我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也可能是一个妈妈 但是我也有可能放弃以上 我也许就愿意做一个某人的妻子 甚至做好一个小朋友的后妈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那现在你看到她爸爸 你觉得小孩和她爸爸长得像吗 像 那你觉得对我们讲健身 第一印象怎么样 可以 从来的时候 我觉得男嘉宾呢 都是其他的还好 但是相貌 我还以我最开心想的 还是有一定的落差 你相对于外星的实话 怎么样 我想可能男嘉宾还要高一点嘛 还要壮一点嘛 男嘉宾看起来比较瘦 我觉得今天真的很特别 一般我们男女嘉宾是见了面 过了很久 深入了解以后才见父母 然后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就把各自的母亲给叫过来了 我不知道现在两位母亲 然后你们对对方有什么看法 今天这位是我们的女嘉宾嘛 觉得怎么样吧女嘉宾 可以还是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我看他们两个的 那阿姨您觉得呢 你觉得这位先生怎么样 可以 可以 都是要有真先 然后听说 这个男生你担当嘛得不透 脾气好 对于父母要增见就是 那我们女嘉宾的妈妈也是说了这么个点 男嘉宾您觉得可以接受吗 这些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而且我本来都有具备这些优点 男嘉宾还是挺有自信的 那要不这样吧 然后我们还是去找个地方 好好地了解一下 好的 顺利介绍见面 可这男女嘉宾都还没坐下来 开始聊天 江先生的父亲 在一旁迫不及待地 和王小姐的姨妈聊了起来 他没得适合地 烟酒茶 麻将 本身来我也是个根 他就跟我一样 我啥子都不在 我都不吃烟酒茶 你是提了姓姓 我特休是 我两个老人 可能一个月就五千多 五千多 然后我现在 我也有个明明 我原来是右经 我现在是右经商 右上班 搞了两座路 所以我们来的别人来 都关心他们来的 对对对对 别的事情说明白 也不是要吐他们下车 只有他吐我们 那个时候老是吧 当然我外人说 一般晓了一个 是平老女的东西 现在吐什么 五千三亿个月 他是月工资 他不是今天那个月 退休工的月工资 他不是 这个月出的好多点 价格出的少点 他认识 即使来的月工资 一个工资 那个在外 加班嘛 他今天上班 我也没人管的 本来我们两个 退工的天 退工的反正都差不多了 我都在过日 反正啥地 退休了 等于都没做生意了 没做生意了 然后等于都把 明明都租出去了 明明虽然不大 但是是个小明明 是我永远的 但是我这个 我得考虑就是 真心的机会 把这个手机 多付到我日生上去 蒋爸爸在表达自己想法的同时 男嘉宾也带着儿子 找一些娱乐活动 在沟通的同时 也让王小姐 更多地和孩子互动一下 现在我们来 拖这个娃娃 我觉得 他们大家拖这个娃娃 蛮有意思的 要得要得 要得 你拖哪个 都拖哪个 你选嘛 你自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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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这个机器吗 机器吗 机器吗 突然这点是 mystery 袁玲拿着 就等着 你不说鞋又鞋 鞋鞋 你走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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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突然是什么 机器吗 机器吗是什么 结尾 什么 机器吗是什么 我看你耳朵是吧 雞皮毛啥的顏色 我吧 哪顏色啊 哪顏色嘛 紫色 啊 雞皮毛 你看过去的嘛 雞皮毛 你得不看过这个的嘛 不要 哪顏色 对 这一笔一笔的图哈 对对对 图金云啥 拿大一点的笔嘛 你要图金云 拿大一点的笔 那是说拿大的 拿大的 拿大的关系的 拿大一点的 拿大一点的 对吧 对哪 您是工作吗 吗 我们是来吧 3 2个人休息点啊 那还是可以 相当于一个月 休息时间都比较多 那比我们时间多多了 我们一个月都在4天休息 反正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都是临时提了想家 这个在这个物业公司 做安放的那块 负责的那块 那你每个月的公司要的耶 4千左右吧 加二班那些肯定都更多了 做这个工作也有几年了 你投资的意思怎么回事 因为我跟他两个结婚 属于不了解的情侣还没结婚 我们同意认识到结婚 也都只得过星期的时间差不多 他又比我小十岁的样子 因为我们年龄相差比较大 然后爱好啊 气气啊 就是说我们到中国 他生了娃儿狗后 玩了两岁的时间 他都坚决和我们担心 没得我能够顾家东西 因为自从娃儿生了狗 他从来都没能带过一天 他一个月 一个星期一天休息 他都是跑出去刷球 都不得带不着带一天小孩 所以说我想找一个家庭功能比较重要 就是说上班 除了上班的时间 能够在家里面陪小孩 然后我们一起出去上二步啊 出去刷牙那种 现在我都是全靠我父母带的 如果我一个人要工作 要玩我根本都带不出我来 那他妈都管来玩了吗 他妈从来不敢玩了 也不来从玩了 相当于是谁 一年到时候都不得玩 现在就是说 玩来是多少的 对 两岁都没来玩了 反正两岁都没享受过母爱了 所以说我也希望他找到一个 喜欢他的一个 用个带起他妈 给他母爱的一个 新妈妈嘛 所以说我也很着急 我虽然上了班 又下班 反正两点线那种 也不在外头 也不在外头喝去刷那种 你好喝酒 我都是不喝酒 吃不吃烟 也不吃烟 多不多不 也不打烫 哇 我都是不善于 我都是不善于这些 所以说下班都退下 你对你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 都是说对我儿子好 然后能够安心各自在 我希望多少男嘉宾都 对我的父亲 因为我现在没父亲 对我父亲去世 只有个母亲 男亲到现在 我们现在是男亲 我们哪里去世一年多 但是我妈不都姊妹 还好 我们那一家人还好 我只是小小 我也对那么要求 都是小敬我妈 啥子要求都没得 那能与你的想法 和我的想法 我也不说 只要要钱 要车子要房子 我没啥是要求的 都两个人首先要看着来 第二个就是说 大家有个问题的工作 把家建设更好 就是我的想法 都行 女嘉宾对于另一半的要求 也是非常的切实际 就是我想找一个过日子的人 我不要车也不要房 我对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追求 我只想找一个 跟我合得来的人 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 过完下半生就很OK 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可以把你的频道拓得很宽 你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人都可以走入你的视野 也许我们能够选定的人只有一个 可是当你把自己的世界放平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更多的机会 供你挑选 而不是像有的女嘉宾那样 把自己的要求先设得很高 或者有各种各样的条件条款 结果发现自己的选择面变得很窄 甚至在这个窄的那个选择面当中 能够出现的人也非常的少 最终呢 反而让自己一直这么单下去 如果说我们的女嘉宾 都像咱们这一期女嘉宾一样 把自己的频道调得这么宽的话 我相信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找到你 现在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正在画着陶瓷画 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的微信摇一摇 在每天晚上的10点之前呢 您都有可能成为大奖得主 打开手机微信 然后再点击下菜单发现中的摇一摇 同时摇动手机等待识别就可以进入互动页面了 3 2 1 开始 好的 此时已经进入都市频道的互动页面了 锁定都市频道都市有理都是你的 到目前来看 似乎双方都比较满意 聊得也很和谐 都差点忘记旁边认真图画的小朋友了呢 对吧 又从中央远着 我遇到你 一个车子的笋 然后再控制我 看你的车子都两个车子 我一边没有事 verstehen 你和你车子都一个车子 你在车子中了 你看你车子中了 你看她车子中了 你看他车子中了 你看他车子中了 你然后车子都车 你也车子 你车子车子 你要车子 干吗 你车子车子 你车子是车子 你的眼睛也没得了 这个弹起了呢 这个完全 这个完全都已经没得了 因为我叫你叫的名字 你叫的名字 快说啥 嘿 这个假尾巴 你叫你叫的 他小小经常说这些画画 做手工那些 但做得可以 你看 你画画的话 你看你这个图个啥子吧 这个是机器毛啊 这个 你说老师说 要让我发挥想象的空间 你说机器毛也不一定非是个样子 要是机器毛的那个桌子 是看到你画这个机器毛 老朋友起了行 我都好想帮小朋友说一句话 你们这些讨厌的大人 你们凭什么就一定认为 机器毛要这样画呢 这时候女嘉宾 帮他的儿子说了一句话说 机器毛有可能也可以这样画呀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 对待小朋友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我们要去保护他的想象力 而不要说一定是这样是对的 一定那样是错的 女嘉宾在这个环节上的表现 我觉得是相当的赞 也许这就是一个做后妈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就是在没有绝对对错的情况下 都要尊重孩子自己的决定 而不是说以你大人的观点 作为一个绝对的评判标准 从这一点说我们的女嘉宾 蛮棒的 这边好似一家人愉快地玩耍 在另一边 将爸爸找到王妈妈 不知躲到哪里聊天 肯定是去聊小子 爸爸也说话比较多了 话比较多 待我们找到他们时 已经聊得像好事都成了一样呢 我的观点 我提供我还是比较支持 我觉得是可以 是不是 我看他们两个可能也会得到 是吧 我们当家长的反正 我们当家长的反正 支持他们 对对对 我也是个意思 反正后面去看 让他们过去骂掌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还是会得到 我们觉得现在真的反正 好 对对 完結是可以 一样老是 还是都好人 我觉得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好好的方面成功 对对 好好的方式发展 你看伯伯和姚美女 那些东西 现在就可以走段 走到哪儿了 对对 我妈因为我的母亲 我比较了解 她表较这个比较好相处的人 家闻人得当然 大家找不到的地方 就肯定是聊得比较愉快的 如果不愉快的话早就出来了 终于咱们又见到了男嘉宾的爹 这位大叔真的是 每次表达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地用力 这次也毫无例外地 又开始展现自己的家境还是不错的 然后对待自己未来的儿媳 也会很好 很体贴 是的 大叔 其实我每次都为你 真的是感到很担心 我怕你这种过度的热情 可能会 说不定会吓跑女嘉宾的 但是呢 你把我们的女嘉宾的娘 和她的姨妈带到的另外的地方 大家去面授机遗 这么半小时过去了 好像大家还相谈甚宽 颇有一点忙就要接回亲家的意思 难道这一次 真的是遇到对的人了吗 我觉得女嘉宾的母亲也是那种 看上去非常好相处的人 如果说连家长的这一关 在这个环节当中 都那么顺利地过关的话 那我们的男女嘉宾的好事 岂不是又进了一步吗 那天 你操人娘要先叫你给他做好 蒋爸爸和王妈妈口气似乎达成一致 因为王妈妈有事要先离开 蒋爸爸也赶紧招呼自己的儿子 和王妈妈多说几句 这个人我还是感觉比较老实 还是很可惜 我们全家都少都可以老实 本分的 这种反正 不少本分老实 反正我都绝对不对 抽烟不喝酒 反正不打牌 反正没得起来 家庭关联还比较重 我刚刚给你们留下说的 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 小村方方父母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 大家信心服服的 我觉得都心了 我也没得其他要求的 我说是什么 反正年轻人的 就是小村自己父母 最主要的 我觉得 因为家有一老 如有一老 我觉得 我们现在老孩子 已经过去 老两个家人都没散 心灵自死的 这个还给你们爸爸养胀 不一年的 那都是一年的 所以说 你们应该是保重身体 身体养好 你们现在都退了修理了 现在你们所有人 都是要把身体照顾好 一天过来 吃好耍好 不要跟着压力都行 反正小村 不能给你们增加任何负担 只要你们老的觉得好 身体好 我们小村其实还会安安心心的 上班 所以说 最主要是你们老的不退 一定要把自己相信好 我对我上 我的外面最担心 都是父母的 没关系 我比兄弟比较好 你 娘娘也是有空 都经常在伯伯来刷 反正不得注意到 伯伯你来的话 我可以到周边带来 去刷 比如说均匀山 还是有京都下 还是有些地方可以走一下 现在 伯伯是比较适合居住 有远适合居住 德云 舍得来 他们的一牙 我们来一天 你的母亲 你都满足了 保重身体 满足了 往妈妈离开后 男女嘉宾继续逛着瓷漆口 也带着儿子买零食 进一步加快今天相亲的步伐 再来好不好吃 来 rack就 απ多花了 她ไป喜欢吃 Parce 每回来自己会的话 那个人18com 哎 那个腿面上面 那些晚上我是要略像 谢谢 一个样的 我也mate中听人 从小我都教育她的嘛 在事实上的话 必须要大方的 所以都喊人出来 本来何人 你不是太略想的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桥上 我发现我们这个小弟弟 是已经像个小花猫一样了 你有看到吗 有注意到吗 我注意到了 我觉得现在急需要一个妈妈 平时来照顾她 那现在女嘉宾也是在吃麦芽糖 感觉好甜蜜的样子 那小朋友你会不会叠牵纸盒 或者叠纸传 都不会啊 那在我的手上呢 有三张纸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风景如画 所以呢我们也是给你们 制造了一点浪漫的元素在里面 就是等一下呢 你们就在纸条上写上各自的心愿 然后再折上纸传 我们放在河里边去 同时呢也希望这个心愿能够实现吧 什么 我都傻的 你想写什么吗 你什么都不想写 你是不会写字吗 他不会写字吗 他不会写字 那爸爸可以帮他写吗 我可以帮他写一下 好 那我就把纸交给你们 然后你们喜欢哪个颜色 要不弟弟先选 弟弟你喜欢哪个颜色 选一张 只能选一张 绿色呀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颜色呢 终于说了一句话了很漂亮 那你觉得这个阿姨漂不漂亮 那我们女嘉宾先选 来 这个就是你的了 我就没有选 那你还想选吗 我想选 你想选什么颜色吗 选绿色 那被你儿子抢了怎么办嘛 他选了就行了嘛 反正他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 OK 作为一家之主 什么都还是要让自己的妻子 儿子先过好了以后 自己再来承担 对 对 对 好 那几位先去写上你们的心愿吧 男女嘉宾很快地写下了 自己的心愿 可是 儿子这边却 你明年你啥的心愿要累 你现在可不可以告诉爸爸呀 啊 还是我妈 你不亲自两个大方的嘛 还是还是 娘娘帮你写不得 你想写什么 娘娘帮你写 娘娘都帮你写 你想要什么 娘娘都给你买 你想要什么 娘娘都给你买 你想要什么 娘娘都给你买 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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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年有什么心愿呢 你做得保守的话 你偷偷明明告诉爸爸可不可以嘛 当然爸爸给你说 爸爸来拆下你的心愿可不可以嘛 你是不是想爸爸找个妈妈 然后找个妈妈的爱呢 共同的爱呢 是不是 在2016年爸爸找个新妈妈 然后新妈妈养的爱的可不可以 来关心的 照顾的 让你也有个 让你也相似到母爱 你做的可不可以啊 孩子呢 经过了快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她还是长大了不少 可能也明白这个心愿 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 将来会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选择 那就是给自己找一个新妈妈 这个新妈妈呢 会进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可能会接自己上下学 陪自己做作业 吃饭 聊天 讲故事 这么一个重大的决定 可能孩子在陌生人面前 在镜头面前 他不愿意说出来 但是呢 知子莫若父 我们的男嘉宾 还是帮自己的儿子 说出了心愿 就是2016 帮你找个好妈妈 我看到小朋友点头的那一瞬间 真的是觉得很感动 他一直内心渴望有一个 能够同他爱他的一个妈妈 因为在他两岁时 都没妈了 对母亲的快乐 没啥影响的 我帮你 说说我想找一个 找一个比较有爱心的一个 旅行的尾巴 然后给孩子一个完整的一个家庭 给他一个母爱 让他重新感受到妈妈的一个爱 我看到女嘉宾 都一直扶着我的小孩 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 还是比较有爱心的 应该做母亲的话 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我很放心 他和儿子之间的一种交流 我很放心 我觉得今天这一天呢 感觉是像来春游一样 那既然是春游 那我们叫春游到底 大家看到了吗 在我的身后 这个就是叫做月老台 而在我手上呢 这个就是许愿牌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男女嘉宾 就要做出你们最后的决定 如果两位愿意和对方 牵手成功呢 就得在许愿牌上写上 我愿意三个字 写了以后呢 你们再带着它 锁到我们的墙上 这样的话 就代表你们牵手成功了 如果你们没有写 我愿意三个字 那么就代表牵手不成功 好吗 添加本节目的嘉宾呢 将会获得由周智福珠宝 提供的珠宝带金圈一张 同时呢也感谢 王老吉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送给我们的女嘉宾 送给我们男嘉宾 好的 两位去思考一下吧 我们的男女嘉宾 经过一天的了解 现在呢也是各自在思考 他们的最终决定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还是进入下今天的手机摇一摇 在每天晚上的十点之前呢 您都有可能成为大奖得主 打开手机微信 然后再点击下菜单发现中的摇一摇 同时摇动手机等待识别 就可以进入互动页面了 3 2 1 开始 好的 此时已经进入都市频道的 互动页面了 锁定都市频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在一起的话 我做的有共同的意愿 交流起来还是比较愉快 通过家乡的接触 还是感觉到男嘉宾想的 想和我两个交友的 想进一步的有下文嘛 我们做一张家长的 完全支持他们 是的 是的 我也是这个意思 完全后头处都看他们 让他们过去发展 对 让一切无处可逃 我学会祈祷 忘掉 放船的时候我想知道 男嘉宾你在船里边 写的是什么内容啊 我写的就是 在2016年开始的时候 能够签署成功嘛 然后共同创造以后美好的生活 现在十分钟已经到了我们的结果呢 也已经出来了 但是好像有点遗憾啊 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我愿意 一个是空白的 那就只能代表说今天 他们两个没有能够签署成功 冰田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怎么可能牵手不成功 我看到这个画面 都已经这么和谐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刚才我们女嘉宾吃麦鸭糖 而小朋友在吃羊肉串那个环节 女嘉宾叫小朋友叫的是什么 你们注意听了吗 姚蕾 姚蕾好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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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蕾 我当时一家人了 我觉得编导也好 我也好 我们都可以退出的一个情况下 居然还会牵手不成功 怎么可能 你在干嘛 原来这个我愿意是在背面的 还被这个小朋友给翻出来了 这个是你爸爸的吗 你帮我写的是我愿意哦 女嘉宾呢也是很安心过日子的 她没啥子其他要求的 也不追求物资啊 也不追求金钱那些 对比较实在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她也比较喜欢我的那个小孩 我想的话她和我的小孩的话 肯定以后相处的也会比较融洽 像一家人那个 好 看来我们今天的男女嘉宾是 牵手成功了 凡人有喜呢这个节目呢我录了一年了 内心也有很多的感触 它真的是一档来自于我们民间的 真实的反应 当代的男女婚恋相亲 整个过程的一档非常棒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人 有一些很奇葩的表现 而有的人呢又会显得非常的卑微 其实看看我们的男嘉宾和女嘉宾 都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人 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小张小李小王 而我们的男嘉宾呢甚至说 他从一个让我觉得挺讨厌的一个人 就那么挑剔的一个人 突然变成了一个很包容的人 其实就是两个人在那个人生的大的方向上 方向是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都不再要小孩 比如说我们对生活的期待值是一样的 都不高我们都是平凡人 我可能就想找一个伴侣 暖暖和和的相微相伴的走完我们的下半生 当你的要求变得合理 而你有正好遇到那个 跟你的对生活的期待一样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的画面都和谐了 一切的心愿都可以达成 所以我觉得凡人有喜 这档节目的意义就在于 帮助你找到适合你的人 也帮助你说出自己的心愿 更帮助你纠正自己 可能之前有一些不太符合你本身的 幻想也好 过高的期待值也好 总之它是一个很能够让人 看到自己也看清现实的一段节目 所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个节目的嘉宾 也希望在2016年能够更多的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和我们的男女嘉宾 好的 还是感谢金元博士对本节目的奖品赞助 参加本节目的男嘉宾 签手成功 将会获得由金元博士时尚男装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代金券一张 来送给我们男嘉宾 好的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 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 真婚秀等着您 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法人游戏的真婚秀 我是小红娘 冰田 欢迎搜索屏幕上的微信号 关注我们法人游戏小红娘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报名参与节目了 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上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 以及法人游戏的线下相亲活动公告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来到我们的镜头前 说出您的情感诉求 以及展示自己的个人风采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 并且免费为您拍摄明星个人嘉宾秀 好的 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本期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 大家好 我叫毛振阳 今年36岁 身高1米73 老家是一样的 现在住南平茶园 我的职业是住西山厨师 早前在南平路加烟雨茶地方上班 我的工作性主要是从中午上班 一直上到晚上十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休闲行列跟其他行列不一样 所以一般都是下午来出来刷的呀 火茶的呀 尿筷的休闲的地方 所以说针对行李 时间相对比较有点长 我以前也做过很多工作 比如说销售啊 商场里面啊 还有就是厂里面的 机甲工那些都做过 只是后来我也不知道不知道 为什么住在这个行业 当然一住这个行业 都住了十来年了 现在主要是住中西山方面 针对行李是西山茶楼啊 还有就是咖啡厅啊之类 酒店里面的呀 那些地方 我心情还好也比较广泛 由于工作时间的原因呢 休息时间也比较有点少 一般早上上午都在睡觉 中午才来上班 晚上下班也有点比较晚 平时休息的就是找朋友说啊 逛海南边公园啦 然后出去欣赏 偶尔出去欣赏大日上的风光 曾经有过一档婚宴 曾经有过一档婚宴 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 我在白星网上发了一个真问题 然后他加了我的口口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聊天 后来见面过后 先成为了朋友 由于工作的原因 我去了外地 有一年的时间也没有见面 没这么联系 只是偶尔在口上聊一下 后来因为他生病了嘛 可能叫我去看他 去看他过后啊 他感觉有些温暖嘛 然后我也那时候又单身 他也正在睡单身状态嘛 后来不知不觉两个 都决定说在一起 不久过后 我们都产生了结婚的念头 离婚的原因是因为 两个长期分居 我也上班时间比较忙 他又没上班 也没经常在一起 所以两个之间缺乏了一些交流 由于没有小孩的原因 可能种种原因嘛 要有点多 这些沟通啊 性格上啊 也有点儿 不是很和 所以 慢慢都产生了一种 离婚的念头 所以今年子的五月份 就把婚离了 我最后要求想通过犯人游戏 南部 找一个在28岁以上 36岁以下的分十五年 身高在一米五三年以上 最要是没有小孩的 有小孩在对方的业细 要求对方最要是有一个工作 这样比较有生活贵路一点 性格方面 相比较温和性的 就是他从技巧性的活泼去 人愿意沟通 愿意沟通的 大家活在哪里 但是相处的 才比较有能强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不一样 因为是中午睡上班嘛 晚上下班的比较晚 一般的也是有点下班 所以说 配他的时间可能相对比较少嘛 希望对方能够理解 支持我的工作 我叫易勇 容易你勇敢地勇 然后这个名字啊 代表了我两层意思 一个方面代表了我的优点 就是比较減盛益 另外一个方面呢 代表我的缺点 就是有时候有点冲动 我现在今年的话 39岁 主要从事商业及商业地产方面的 招商 运营以及策划管理 我从事商业地产 有近18年的工作今年 我现在住公司的招商运营中间 对现在的工作成绩的话 我不是特别满意 我觉得未来的话 空间会更大一些 我未来可能 有时候会考虑自主创业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成年男人 那么我的前期啊 最主要是对家庭的 一切的财产啊 包括家庭生活啊 它都有极强的 这种占有余或者指导余 导致家庭的很多方面 生活不好一些 我们是24岁 非常善良 娃儿对我的年一般非常支持 因为我们和娃儿 她妈应该是 就是在八年之前都离婚 因为不是第三者 所以娃儿的话 对未来的 我的另外一般的话 不会抗拒 只会持欢迎态度 而且我在离婚过后 有过两段相处的 那种感情经历 然后一直跟娃儿都相处得还好 而且娃儿也非常接纳 我想未来的 她希望她是前期良母性 如果说她不是前期良母性 我希望能够在事业上 成为事业的伙伴 更是更好的精神伙伴 我叫杨安平 家族与东 她有所文字 工作 平时在生活之外的喜欢爬山 打篮球 跟朋友聚聚会 性格有点外向 平时我的脾气也很好 所以我相信 我跟另一半以后 在一起过后 我会和她 永远不会和她吵架的 在我22岁的时候 刷过一次朋友 二次也是我的初恋 刷了一年 但分手的原因 让我有点好笑 因为我问我问她 我问她为啥子跟我分手 她说她长大了 我理想中的另一半 希望她在一米五百以上 身材不要太胖 并且我的思想比较传统 我希望对方跟我一样 思想比较传统 不要太开放了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商业性的人 我相信能够跟 为了另一半带来幸福 不知道冰天今天为大家推荐几位明星嘉宾 是否有您心意的那个她呢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 与我们取得联系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单身男女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 因为我们会将在微信平台上 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 以及凡人游戏的线下相亲活动公告 好的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我爱不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 她是单亲爸爸也是暖男 现在有个长期的小孩 有个女儿跟我的死屋 父母在我打 天气这么冷 我们先去跟女嘉宾 买一杯热饮好不好 暖男 男嘉宾还是很体贴 挺有顺势风度的 对女嘉宾照顾周到却遭到质疑 我们吃一份 她们呢 任何多人吃一份 不够 她们现在两斤已经吃一份 有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可能不是很体贴 原本美好的印象为何会急转直下 我觉得既然我们来相亲的 我们就要坦诚一点 就是那点他不跟我说 我觉得我心头上有点 就是那种 最终两人能否消除误会 给我的感觉就是 那边可能性格属于 比较强势嘛 怎么 其实我以前的话 是性格很开朗的人 反正有喜之 再婚你够坦诚吗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我喜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种说法多